今天的新闻发生中 其实带来聚焦 金华城闭案 柯文哲被羁押之后 他的太太陈佩琪 一直是帮丈夫来捍卫清白 8号晚间民众党第一场开奖上 他向小草门解释 简连人员第一次到他们家搜索 那柯文哲不是晚了一个小时开门吗 是在上厕所以及洗澡 却变成了意图灭阵 羁押禁禁的理由 不过这个说法 似乎让许多人是无法买单的 因为像是资深媒体人黄光琴就发文 点名了 陈医师你老公没有上厕所上这么久 那如果这是一场生死之战 越解释越糟就是至私一焚 他认为每一个疑点呢 柯家人可以说得更精准 更完整才对 而在柯文哲被羁押禁禁的第五天 律师团也正式发声明了 就是柯文哲不提抗告 说不想让法院为难 那对此民众党秘书长周虞修 他在上网络节目时就提到 有支持者询问说 为什么柯文哲被上靠收押那天 不像当年前总统陈水扁被压时 就把手举高 周虞修说柯文哲的不抗告 其实就用行动来诉说 我跟你们杠上了 但是不抗告就等于柯文哲 要在看守所待满两个月 那这段期间呢 民众党也会举办全国的开奖 八号晚间就是他们的第一场 声援柯文哲的活动 不少小草到场参与 前立委林卓水就点出了 这个聚集是有到达两万人 的确绅士是非同小可 那他也提到了 不就像复制2020总统大选 知识栏迅速流失 韩国瑜选情一路走低吗 他说很像是韩粉 越来越悲愤的2.0版吗 那似乎呢 是把柯文哲比拟为韩国瑜 就认为这个绅士是将持续的走低 那讲到这场开奖 国民党说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肖旭层有出席 蓝预立委是完全没有人到场的 徐晓星则是只有声明到 前立委陈学胜就说 为什么蓝颖无法贸然相挺呢 因为万一柯文哲很多话没说 到时候证据被翻出来 挺错了 怎么办呢 蓝颖不敢随便乱挺 所以现阶段民众党就只能靠自己了 那刚提到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是全力的在帮柯文哲解释 除了厕所说之外 还表示进化成案 柯文哲不知情 市长的假章是别人帮忙盖的 不过被北市议员钟晓平打脸 一切都是柯文哲同意 关于陈佩琪啊 安排在这个最后压祖 救夫代夫出征 所以去讲那一段 听了以后瞠目结舌 为什么 原来 原来 哇各位报告啊 你在你们家的马桶 千万不要坐上去超过十分钟 底层 你知道吗 喂痴疮啊 各位我是说咱们 千万不要这个奇怪 手机一滑十分钟 我还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呢 好啦 就算你先上大号 再去洗澡 洗半个小时都已经溜血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跟你说 没可能 洗身口洗八点钟 好啦 给你洗身口洗八点钟 给你去坐马桶 做完以后 陈佩琪说 你可能去睡 转静音 静音不会震动吗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推脱之时 人家会跟你 转动转动转动 转到大小时 对不对 摸到整包 你都不知道 陈佩琪当年 刚刚阿川说 当年在蓝白盒的时候 柯文哲自己说 关静音 他妈就吐槽 两整包 唱到这个 算是 浸头的 奇怪 你们家的人 串共是都没串好 你们家的人 跟民众党都没串好 为什么 吴宜宣是民众党发言人 他说 主席是在睡觉 主席 吴宜宣 可能不知道 他有个大号 还减着睡时 还有一点钟 你是怎么掌握 主席的 这个日常的 你知道吗 所以市场 三公四老区 总统在于 你够的是漫画 为什么 你说的是 你是要帮你老公推脱 你要让人 我就接受 对不对 那紧接着来讲了一大堆 又把责任全部推给别人 我跟你说 我是彭政宣的律师 我跟彭政宣讲 该怎样就怎样吧 为什么 你可以减刑 你可以减两到三字型 你全部合盘托书 你认罪 自己到底做过什么事 如果托书的话 律师在家 刘律师在这个地方 减第一字型 第二字型 把共案全部都说出来 减第二字型 但前提是 要一次说清楚 你不能丢后招 还是说八差 第三字型是 齐情可敏的话 又减三字型 我跟你说 所以你现在不是没有减刑的机会 大家不要只把重点 放在污点证人 事实上 如果你愿意全部挡出来的话 你就减一减二减三减 有这个可能性 另外一个已经被咬出来了 人家给你咬出来 你就再见 你就没有这个可能性了 所以现在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 等于说民众动都用 用政治在解读司法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都没有人在谈 金华城里面到底怎么样 有没有 都没有 这差不多公开 记者如何如何 然后赖清德放人 管理还叫赖清德放人 总统可以放人 所以事实上都在用这种 政策性 煽动性的政策性 还有 我要特别讲 今天台北市警察局 就逮捕了这个在PDT上面 然后扬言要杀法官 跟解答官的人 对不对 是一个磕粉 是小草 我在前一天 人家po这文的前一天 直接在网络上面 直接说要开箱打死我 不要 法官跟解答人命是命 我跟钟小平的命 就不是命啊 你知道吗 然后一视同仁一起办 你们这些小草 就是这种德性而已 老公和皇上 铺成了便当会三次 没有便当会 就进不了 都委会流程 然后什么叫假章 就一直走 最后的时候 盖假章出去 彭政生闹辞职 你知道吗 那柯文哲说 那你一定要盖 那就提出一个折衷方案 彭政生说 那你同意 我盖你的假章 柯文哲决定不提抗告 那律师声明说 因为他不想要为难法官 要检方穷尽一切来调查 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何孟化 跟我们视讯连线 因为想请教 这除了可能是 司法策略之外呢 柯文哲不提抗告 是不是也有意 巩固他的支持者 因为像是民众党秘书长 周渝修就说 柯文哲这个举动 就是用实际行动讲说 我跟你们杠上了 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呢 柯文哲有三个特质 第一个呢 是他拒绝了抗告 等于呢 后来的两个月呢 他会无事隔绝 第二个呢 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民众党不处理 柯文哲的党籍 跟党权 也就是说 他脱离了世俗的规范 第三个 我们可以看到 黄国昌 他们把柯文哲 形作是受难者 说今天柯文哲 明天任何人 这三个的特质呢 完全显现出了一个 希望把柯文哲 来神圣化 在民众党呢 希望把柯文哲 第二次造神的过程中呢 还跑出了黄国昌 这个神域的大祭司 因为这一切呢 都是在说明说 民众党无法 用任何证据呢 来证明柯文哲的清白 只好不断的用这种神圣化 造神的方式 来让小草们继续相信柯文哲 相信民众党 也是真的 呼吁说小草们 不要在这样子 盲目的相信 无法任何证明的清白 不要把政治呢 脱布在一个这样子的人身上 尽早能够看清 不要成为民众党的棋子 那民众党也举办了 第一场声援柯文哲的开奖 一个蓝营立委都没有现身 那像王洪威他隔天解释 因为他在跑行程 不过他又说了 相关司法公平正义 他会继续来追究 因为你怎么看 现在蓝营的态度 那他们是真挺 还是假挺 还是在观望 我觉得国民党的态度蛮清楚 王洪威其实之前态度 180度的转弯 已经附和了民众党的说法 那其实徐晓信之前也说 抓朱雅虎是抓错人了 但明明证实 他现在成为了被告 朱立伦更说 司法不要成为独裁者的鞭子 这一切的说法 其实就是想要附和民众党 不过就跟国民党支持 九二共事一样 表面上明明支持 却还要铭铭捏捏 希望国民党可以开大门 走大路 好好地讲清楚 自己到底是站在柯文哲那边 还是站在游淑慧 钟小平那一边